多功能紅外線效準即時噴槍 在車輛塗裝中噴氣好壞決定車輛的美觀 而對初學者來說 常常會拿著噴槍會有歪斜的情況 常常有忽快又忽慢的情況 這樣會造成我們漆面的不美觀 走花以及厚磨度不均的現象 這本團隊思考是否有一個紅外線指示器 以及有一個計時功能 使初學者能夠快速的上手 我們介紹我們本次專題所用的設備與器材 首先介紹噴槍 紅外線指示器 校正裝置 Arduino控制板 面包板 以及筆記型電腦 我們過來 我們做實際的操作與安裝 我們採用快速安裝法 能夠快速的安裝我們的紅外線指示器 並且安裝按鈕開關 使得它可以快速的操作 我們現在看到它有很明顯的實質的功能 我們現在實際操作我們校準裝置的操作方式 我們拿出我們在機械科所車出來的一個圓柱體 並配合兩個六角螺絲鎖在噴槍頭上 拿起25公分鋁棒 拿起25公分鋁棒 做為我們的距離測定 紅外線實質對準 紅外線實質對準 正中央 完成 我們現在介紹RDO的操作方式 我們現在介紹RDO的操作方式 我們現在的介面是程式碼 我們現在點選工具 點選監控視窗 我們先介紹我們的硬體 RDO控制板 麵包板 還有我們的噴箱 我們現在做三次的測試 好 完成 我們現在做實際作品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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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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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折擋 折擋 從另外一個角度再來觀察一次 好,完成